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奧契仔 鴨道神童預言有終啦 你不要以為世界只有一個店舖才賣血賣器官 原來印度境內都有大件事 厲害 咦,印度啊 有沒有你的份啊,印度神童 當然有 隱隱之藝 那倒是呀,畢竟神童 祝你騙阿婆 有件速遞件 還沒拿,真麻煩 有咖喱吃嗎 真麻煩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五元雞無廣告pression 嘩,厲害了 現在 越來越多這些 柬埔寨消息 跟大家繼續跟進 因為柬埔寨 因為我們之前說到KK園區都夠威了 是不是 夠恐怖了吧 被譽為轉運站的最後 而這個KK園區裡面 養活了很多人 你真是賣血 養活了一班人 你想想多恐怖呢 不恐怖 因為原來 因為原來 在世界各地 還有一個地方 印度 恐怖的柬埔寨 這個被譽為人血農場 人血農場 你想想想 綁你一輪柱裡 跟著好像吊鹽水般扯你的血走 你想想多恐怖呢 血牛 激過血牛 給個Like沒有 給了啦 那這件事是怎樣呢 真的 專門騙你呢 更加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個真是神經病 你去到柬埔寨 這些叫做 做事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夾你當的 夾你跑數 你騙不到別人的錢 我就賣 男的就剝血 賣器官 吸你血 女的就做妓女 被人強姦 等等 有一個 厲害的年輕人 竟然在這行 撈出一個名堂 做詐騙的手法 他用一個高明的詐騙手法 創佳職 最後就被獲 離開 好吧 你跑夠數走 後來 竟然找回他回頭 喂 那個兒子 有些資料到 你做銷售 真的不要浪費他 過來幫忙騙人 好不好 這樣 詐騙集團 找回他回頭 說重上之下 我最多開個盤口 再大一點 你想想他 回去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獄無門 你闖進來 這個年輕人 怎樣的 現在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 除了柬埔寨之外 跟大家說一下 喂 萬聯迷 大家是不是很開心 今早 Elon Musk說 收購萬聯 他這傢伙都不知見到 流浮浮浮 脆脆衰 不罪 又說收購Twitter 又說成 有狗狗幣 沒錯 真的有人覺得 萬聯 近幾季的成績差劣 跟他們 這個班主 格拉沙家族 有關 這樣 那好吧 Elon Musk入主 萬聯 會不會有什麼大改變 跟大家跟進 另外 陰公 打遊戲機的朋友 死了 日本 任天堂 京都的總部 開發大樓大火 好啊 有個遊戲 原本版本 世界末日 燒了 要重新再做 薩爾達傳說第二代武 是薩爾達嗎 我猜是 還是什麼 反正都說燒了 再等多五年 二十五公 那怎麼辦 冬奴都一樣 風嵌火山燒了 真的沒有了 那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有些 愛國東西 例如在英國 雖然說糧食短缺 但是 勞工短缺 導致到 英國上半年 沒有人幫忙摘水果 那些水果都爛了 你知道嗎 不見了多少錢的食物 五億多的港幣食物 真可憐 唉 真是 有人餓死沒得吃 有人 沒有人不做事 就有它 刁難了 唉 真是這個世界 這樣 好 逐單逐單跟大家跟進 先跟大家說說金正恩 金仔又射到彈 這傢伙 手痕 錢多 原來就著韓國新總統 尹石月就職100天 北韓那邊 就射了 射兩支導彈過來射一射 真是恐怖了 金仔你也知道 他現在射過去朝鮮半島的西部海域 發射了兩枚巡航導彈 尹石月方面 他就說了 如果金仔你能夠停止開發核武 北韓就會裁減現在正常軍備 以及軍人的部署 你信不信他?你是金仔? 多數 烏克蘭也是這樣被你罵的 嘻嘻嘻 你懂 你不要見我肥就好喝啊 當然 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的核武是這樣的 拿來嚇人的嘛 放在這裏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韓國現在都停止 我們看到美國前總統 前總統的特朗普 他不是被人抄家嗎? 韓國啊 南韓啊 這個前總統文在燕 前政府多名高官都被人突擊搜查 嘻嘻 是不是清算大日行動? 清算運動呢? 韓國首爾警察局在8月16日突然之間突擊搜查 前總統文在燕政府的高級官員 包括他們前國家保安長徐勳 前國家情報院長鵬智媛 以及前國防長官徐毓等人 這些都有不知道什麼事了 懷疑是關於一件2020年延平島海域射殺 韓國公務員事件有關的 因為當時提到一名韓國47歲 海洋水產部公務員在燕平島西南部海域 游入朝鮮海域 其後被朝鮮海岸兵射殺 當時韓國政府表示 這個公務員是投奔北韓 批評北韓槍殺韓國公民 但事後阿金仔是有道歉的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怎樣 但為何會無端端清算呢 這個世界很有趣的 你以為這些地方很和諧 不是的 一朝天子一朝神 這一代就清算上一代的人 韓國也有道歉的 不知道他們搞得怎樣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真是恐怖事 Elon Musk 收購萬聯就正了 哇 萬聯就開心了 世界No.1 有錢人 好像將萬聯Tesla那樣搞 全部自動波 自動導航 不用煩 那你就知道 你早前萬聯輸了一場4比0 那真是失禮 輸給奔福特 那施朗好像不想踢 這樣 嘻嘻 被人感覺上有少許 那現在怎樣搞呢 那突然之間 Elon Musk在Twitter 突然說了一句說話 就說 要表示 收購萬聯 那 這個叫做震撼彈 在網上 Elon Musk在Twitter 只是說一句 我正收購萬聯 哇 搞到 全球萬聯的球迷 拍爛手掌 大家都拍爛手掌 因為 如果萬聯真的賣給Elon Musk 我相信 萬聯球迷都非常興奮 其實你也知道 現在這個時代 全部都說銀子 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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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 又是了 中東猶王拿著 紐卡素 紐卡素又是中東猶王拿著 你看得到 現在西甲兩隊 所謂的傳統勁女王馬巴塞 現在變成巴蓋 是吧 巴塞變成巴蓋 黑衣 變成沒有錢 還要學一些笑話 又說別人簽了紙 又說別人簽的 叫做球員轉會條款 又說不承認 又成成這樣 買了人又不找錢 等等 被人笑到爆燈 在英超 你們有蠟燭 一個非常之 有蠟燭地 你也知道 一定有些強勁的老闆 大家看到 Elon Musk搞Tesla 搞到風山水起 希望萬聯的賣盤可以成功 是不是真的賣到給Elon Musk 厲害 五個小時之後 Elon Musk說一句 你也知道 我在Twitter最喜歡開玩笑 這樣 噢 又是吹的 是啊 他自己 因為我在打Fever 是啊 Elon Musk真的喜歡搞事 純粹說笑而已 令到一眾萬聯球迷 極度失望 有人就說 可不可以出手幫一下我 這樣 不過算了 這件事 無論如何都好 只有一個夢 發過五個小時的夢 好 看看現在KK園區的問題 不是KK樂園 是KK園區 我們知道 柬埔寨這件事 非常之恐怖 是不是 有很多人 被人騙了過去 有人說 過到去 被人 毒打 香港人都有 迫你做一些詐騙的工作 跑數 如果你跑不到數之後 就會被人 转壞 轉轉馬之後 家人不交贖款 就把器官全部賣掉 男就賣器官 女就被人奸 做姓奴等等 這些事情 是不是 非常之恐怖 其實本身 柬埔寨這個地方 都是非常粒粒亂 是不是 他們自己 當地 都不知道有沒有文化可言 只能這樣說 所以 其實本身 這些都是叫做 軍閥割據的地方 是不是 恐怖 大家都說到恐怖了 有人 這麼恐怖的地方 都願意回去 為什麼呢 有一個 華裔年輕人 17歲 曾經被人騙去柬埔寨 賣豬仔 他被人 利用作一個詐騙工具之後 就被 一些非政府組織 救了回來 但是同時間 因為 說到這個 17歲 華裔小朋友 他的業績標柄 詐騙別 業績標柄 獲詐騙集團 賞息 重金召回 喂 見過鬼都怕黑了吧 金錢 不要緊 哥仔 上次 你OK 有料 這樣吧 十萬元 美金 不夠的 比較二十萬元 美金 這樣吧 嘩 不是吧 這件事 這樣也可以 那他有沒有回頭 是不是見過鬼都怕黑呢 不是 這個年輕人 十七歲 因為見到錢 又發光 所以 放棄被救回馬來西亞的機會 甘心情願 繼續做這個詐騙行動的傀侶 繼續回去園區 繼續行騙 所以說這些人 不懂得說 他是不是沒見過恐怖事 又不是 他又知道 他是隨時會出事的 但是因為錢 真的 寧願錢 就賣了靈魂 給一些撒旦 願意 投靠這些 恐怖組織的傀侶 做他 好了 說到 世事哪有這麼完美 上天給了你一個機會 有人救到你走 你不走 正所謂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 他放棄了回馬來西亞 這位年輕人 由於他的詐騙業績 繼續向下滑 他想著 再找這些非政府組織 營救 但是 因為他有前課 叫做 放棄逃生的前課 被多國非政府救援組織 倒閉了 你真是死 好玩不玩 做倒閉了 你自己 因為人家這麼辛苦 去救你 是冒險的 救你要人命 隨時有什麼冬瓜豆腐 救不到你之餘 又傷亡慘重 就得不償失 加上 人家這麼辛苦 救了你出來之後 你說 我不用你救了 我還是回去 因為我找到石 這樣 你甘心你進去 人家不會再救你了 所以 這些非政府組織 認為他浪費 人力資源 拒絕營救了 說到現在 由於他曾放過 有些全球 反詐騙組織的成員說 負責救這個少年的組織 都非常创惡和驚訝 認為他這樣背叛 不僅是浪費資源 又增加救援者的努力 所以 不會再救他 那就看看他們自己執生了 聽天由命 恐怖了 柬埔寨的恐怖 現在有人爆料 原來恐怖的事 不是這個地方 有 這個全球反詐的組織 說到說 其實 外國的媒體 一早就報道過 你那些柬埔寨 少見撲撲車 原來在印度 有一個叫人血農場的恐怖例子 就說 他們用就業承諾 去吸引一些貧窮的移民工人 去到完場之後 又是蒙你 那蒙你做些什麼呢 我們給大家看看吧 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一本書 叫做Red Market Red Market 簡單地叫做人體交易 裡面揭露了全球器官販賣產業的秘史 有一位美國的作者 深入探討人體器官販賣的產業 他曾經更加參觀過 2004年大海嘯幸存者 居住印度的難民營 他說原來那裡 那些婦女賣腎的情況是很普遍的 甚至乎有個名叫腎穿 也有些人說 他不知道自己可能被騙 也有些人可能知道自己被騙 因為窮 很多難民 自願割了自己的腎出來 去賣給人 綜合了 外國的媒體報道 在這個叫做印度人血農場 原來2008年有17個人 在這個人血農場救了出來 說回 當初說犯罪者 這些恐怖組織說 你過來吧 有工給你做的 又是這些事情 做一個承諾 吸引一些窮人 移民到一間屋裡 就說 原來 找他們做工 很簡單 你的手出來 就是 抽他們的血 用單位去衡量 血量 即是用私事去計 換到多少錢美金 你的血 7元美金 報道指出 大多數受害者 聽到報酬條件 很棒 我的血量有7元美金 我打算是血量而已 大把 閒閒地 我也割得很絲絲 好了 自願獻身 但是說到 當他們 你知道 血牛 不停泌你的血走 你想脫身的時候 由於失血過多 你這個人是暈的 走不出去 然後被人發現 就被人毒打 困在籠裡 兩年多 你想想 你和那些熊人 沒什麼分別而已 你和那些動物 沒什麼分別而已 而說 每個星期 被人拿這些血 是拿幾次 沒有任何福利和報酬 因為你違規 他又可以 罰你 不停抽你的血 我不會給你錢 其實 紅十字會 建議 兩次捐血 應該要隔八週 即是兩個月 你想想 每個星期 被人拿乾你的血 你的身體 哪裏可以製造這麼多血出來 所以說 這些人血龍腸 根本上 是將你的命 你不會值錢的 你的命 是拿乾拿盡的 也有人這樣說 也有這個 叫做 The Red Market 的作者 估計 所有器官移植裡面 有10% 是用一個非法 販賣的器官進行 就說 原來 你知不知道 你身上那條頭髮 都可以 賣到一個好價錢 原來 說到器官市場 在一一年 全球 估計 大概 價值九億美金 所以 更加 這些器官 被譽為 黑金市場 這些血都是值錢的 他說 每一代血 每一個 將被移植器官的 卵子也好 都必須有器官 捐贈者的名字 雖然 取消匿名制 可能會影響大眾的捐贈意義 但是 他覺得 有一個名字 是符合這個道德的標準 但是 可以告訴你 這些 血牛市場 人血農場 是不是 你就是那棵樹 插了 所有 管 抽 泵泵泵泵 不理你 不會理你感受 所以告訴你 東南亞 很多地方都滅絕了人性 大家要小心 因為有錢 很多時候 是滅絕了人性 大家沒有辦法去估計 這些恐怖事 柬埔寨恐怖 印尼也恐怖 印度也恐怖 印度也恐怖 哪裏也恐怖 總之 大家要小心 這件事 在遊戲迷來說 都覺得很恐怖 因為 任天堂一燒 連遊戲也沒有 根據日本傳媒報道 日本消防在昨天 下午接報 日前接報 就說 任天堂位於京都總部本社開發大樓 發生火災 立即去救火 原來消防抵達現場之前 火警已經被任天堂的員工撲滅了 當地警察和消防部門表示 這次火災也沒有人受傷 但是 三樓的房間部分的桌子都被燒毀了 有人估計 這次火災很大機會 由充電設備導致火災 但是問題就是 有消息指出 任天堂旗下 一張即將發佈的新遊戲 它的遊戲晶片正本 即是武片 在這場火就被燒毀了 所以任天堂 需要重新做果 竟然出到這一招 殺以達傳說武 對 那真可憐 以後出不到遊戲 它可以說突然燒毀了 燒了遊戲 哎呀 離譜 對 怎麼辦呢 那不是有幾個soft copy嗎 又說這個遊戲 它的正本和soft copy都被燒毀了 那真的不知道有意還是無意 真恐怖 不要緊的 你現在世界不夠食物恐怖 英國因為你不夠人手 去摘水果 所以導致呢 現在的水果都爛了 浪費了這麼多食物 那真是 難怪香港人過去做一些體力勞動工種 這麼容易請人 英國全國農民總工會表示 由於缺乏這個採收工作的工人 英國上半年 單單上半年就浪費了超過六千萬英鎊 大概五億七千萬港幣的食物 根據總工會一項研究指出 四成農民 很遠 他們做這些叫做收採 採摘的工作 人力不足 導致到他們損失慘重 也表示需要招聘人數 增加大概一成四 這樣講到 他們有一成七的收採員 沒有上班 有百分之九的人 在合約到期前就離開 那 即是諷刺 是吧 全國 他們英國全國各地的家庭 因為食物成本上漲 而難以維持生計 優質靚的食物 就一直被人扔 這個地球真是很有趣的 是吧 但是 接下來 英國 他們都要面臨這些 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 所以 你說香港 說好 歐洲也好 說 不停地吸引人才 用不同的錢去吸引人才 因為 他們真的 基層人士不作 那就沒辦法了 只能夠這樣說 那就努力了 不過浪費食物 就真的 這些東西 真的 不太好 那一宗 神經病的事情 在紐西蘭 在紐西蘭發生一宗 近期 真是古靈精怪 的離奇 屍體發現案 當地警方證實了 居於奧克蘭南部 有一個叫做拍賣會 的中標者報案 為什麼呢 什麼事呢 就說原來 在一個大型倉庫拍賣會上面 有人 逼到一個行李箱 行李箱一打開 頂你的肺 人體為殘骸來的 不太大整股 這個叫做 旅行行李箱藏屍事件案 在一個拍賣會上面發現 當地警方證實了 中標者 因為暫時 你 當然懷疑你 你會不會假裝自己中標 然後殺了人 首先看一件事 警方就說要確定 死者身份去調查事件 而且警方在進行化驗 大家知道 在外國很多東西都會拿出來拍賣 如果有些倉庫 或者有些行李 長期無人認領 他們就會圍了出來 就會被人拍賣 當然大家好像盲盒一樣 裡面不知道是什麼 有人可能貪 有些行李箱打開 有些人放了一些貴物在裡面 再轉賣出去賺一筆 這些叫做執漏 在中國他們叫執漏 外國也有這些東西玩 誰不知 好執不執 執一條鹹魚回來 真的看來有陰影 打算一打開 很重的 有個人 是啊 是殘骸來的 你想想 很恐怖的 拍賣 如果它是合法的情況 拿回來 一打開看看 什麼東西才會這麼重 臭的 那隻心想 臭的 好害怕 你看看 真是恐怖的 這個世界還有些恐怖的 例如 現在英國海灘出現了一條恐怖劇毒魚 就說你踩過 會痛過山仔 如果你踩中了牠 不是吧 是不是 我們先看看 在英國 北威爾斯 有不少民眾 向海岸警衛隊 投訴 說不小心踩中 一條小魚 之後 牠的腳會痛過山仔 就說 至今最少有十一個人受害 這十一個遊客不小心踩到沙灘上的一種魚類 而這些魚呢 背上的棋子有劇毒的 因為 很細條 丁屎那麼細條 又不小心 大家都是赤腳走沙灘的 一踩 就真的暈倒了一會兒 那是什麼魚呢 原來 這種魚就是 是這個 惡喜科奴型的 進化之步的魚 有人被稱為 蜘蛛魚 就說這種魚 如果在潮退的時候 就會鑽到沙裡 那如果你興奮玩 一踩上去 就會受傷 是不是 真是恐怖 這些魚仔 提醒大家 其實穿上鞋子 會比較好 不過 你打算踩沙灘赤腳油 是不是 很舒服 總之要小心 這個世界 不要再相信這些 世界上那麼容易 賺工 給你一份高薪的東西 你又能夠 坐定定在那裡 很舒服的 帶到一塊錢 幾十萬 你真是吃懵了你 柬埔寨也好 印度也好 賣人 不是賣淫 賣人 你整個人是很值錢的 所以告訴大家 小心 小心 好,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跟大家說其他事 拜拜